今天呢 他又算计了这个日子 他的阴谋 把小费害得这么惨 我之所以站在那 又所谓的提家事 因为他们一丝一丝的上头走 你们凭什么占我们的头条 希望呢 你们不要再惹事 不要再占用我们的公共资源 你不配在我们这 消费我们的公共资源 这是你们家事 你们好好的去解决 嗯 诚涵深夜激动短短直播 控大S引让入市 汪小飞被暗算 汪小飞在3月22号发酒疯 到派出所检局大S 闹事当天正好是 他和大S结婚13周年纪念日 大S透过委任律师发出声明 如果有人在诽谤 将依法处理 王小飞22号 先是在直播间爆出口 被保姆制止 接着他二度冲到大S家闹事 被警方带回派出所 殊不知网友们只在乎 他怎么可以把一件 要价约1万8台币 法国名牌的T恤 穿得如此邋遢像闲菜 不出所料 王小飞失控的举动 让妈妈张然既心疼又分开 深夜开直播 激动怒抢大S一家 男姐从未干涉过他们任何的事件 也从未跟他们生活过 大家看到了 可能又上了头条 这个呢是有人故意续谋的 来激怒他 当时王小飞去接孩子的时候在楼下 黄春梅女士已经准备好了相机 已经告诉了媒体 这是他们聚毛已久的 转移他们婚前 婚前出轨的证件 他们用这种手段来激怒王小飞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因为他妈妈引狼入室 狼头骨口底下 你说小月今天被学校直接拉个车 直接给拉走了 去了六个人 聚光头大徐小徐还有他姐姐 还有他姐夫把小杨阿姨推倒 把孩子枪上车 没跟王小飞打任何招呼 他能够不疯吗 今天呢他又算进了这个日子 他的阴谋 他把小飞害得这么财 我因为看了好多好多的和平 我才站出来说话 你好好看看你身边的狼 正在冲着你的龟里 张开他的狼牙 至于这个大阴谋 一定会爆出来的 我觉得邦小飞非常棒 他能在这个大阴谋里走出来 爬出来 这孩子太单纯了 所以说希望大家呢 能够明示里 不要呢被他顾的这些水军们 带偏了 我之所以站在那又无所谓的 提家事 因为他们一丝一丝的上头条 你们凭什么占我们的头条 影片一出 陆王风向几乎倒向大S 杨梦先不报 因为我还没编好 我醉在一名声 然后魂内出轨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 这么恶毒的奶奶 希望呢 你们不要再惹事 不要再占用 占用我们的公共资源 你不配在我们这 消费我们的公共资源 这是你们家事 你们好好的去解决